哎呀 这么大的大太阳真叫烈日炎炎啊 所以说下了班 在家里边开着小空调 手边再来点小零食 真的是特别惬意的一件事 这个时候呢 我就要给大家推荐吃什么了 是卤味 因为那卤味呢 它又可以当这个熟食 而且如果说晚上看电视的时候 冰箱里冷冻一下拿出来 也可以当这个搭子的小零食来吃 所以这个季节在家 吃着卤味 这是特别爽的事了 今天要给大家找的 就是这个卤味 卤出自卫第一站 老天母卤味专家 特色卤鸭翅 上榜里有 皇帝鸭翅连骨头都带胃 卤之中藏甘蔗来调味 要多少 二十块钱 二十块钱 二十块钱好吗 二十块钱好吗 说到卤味 我们第一个想到的 就是各种鸭翅鸭掌鸭脖子 天气一热 就爱啃上几口当零食吃 而这家店卖的 全是各式各样的卤味 今天买的什么呀 皇帝鸭翅 皇帝鸭 炒霸气的名字 别看它鸭翅小 但是肉很多 然后撕下来 里面的骨头也很好 里面骨髓也很好 然后一吃完 那个丢的骨头 还要细细的嚼 像平时我们看球赛 干什么的 晚上回家看电视 肯个鸭翅膀 然后吃吃蛮好的 今天买的也不能买了多少 就是鸭翅 一个人吃 一个人吃 对对对 晚上回去是怎么炸酒菜了 没有没有 就是晚上看电视的时候 然后就啃一啃 阿姨今天买的是什么呀 买的鸭翅呀 鸭翅啊 他们的鸭翅好吗 味道 好的好的好的 那为什么喜欢吃呀 哎呦 我私立的老顾客 一直来买的呀 我今天买了20块钱 21块 21块钱 几个呀21块大概 不知道呀 大概已经不到吧 为什么喜欢买他们家的鸭翅呢 他们家的鸭翅 好像跟人家一点不一样 味道好像我觉得我 我们这里的人 很喜欢吃这个味道 它也不是太甜 嗯 也不是太咸 反正它的味道比较好 就是它这个骨头也可以嚼的 就啃骨头啦 对对对 这个骨头很好的 我可以理解为 这个味道已经进到 那个骨头里边去了 对对对 即使室外的温度有38度 下午4点半左右 门口还是排起了小队 来买的人每次买的都不多 来上十几二十块钱 一顿饭就解决掉 想吃了就再来买 我们这边大概有二三十个品种 卖的比较好的呢 卖的比较好的是鸭翅 一天这里大概可以卖掉50公斤左右 50公斤啊 是的 我们跟其他最主要的不同点呢 就是在于我们卤出来的东西 放到冰箱之后 拿出来更好吃 所以这个天特别适合放冰箱里 然后晚上拿点出来 看电视什么 当凉菜啊这样 是的 买回家冰镇之后 肉的口感就会更加有嚼透 但是说到卤味 这一锅老卤是很关键的 而这家店光是八角桂皮 这类的香料就用到了十几种 但是我们在卤之中 还发现了一样不常见的东西 这个是甘蔗 甘蔗也可以做卤的 它的这个甜跟你一般的甜是不一样的 这个是蔗香的甜 就是甘蔗天然的这种散发的这个香甜 八角啊这些东西其实我们也有 但是重点就在于说它的比例这才是重点 卤水的味道浓不浓好不好吃 每个厨师都有各自的秘方 而从生的鸭翅到熟的鸭翅 整个过程最少需要三个小时 你好这个鸭翅十分辣的不辣的是吧 那我不辣的来两个吧 好吧多少钱 五块六是吧 买单在这边啊 两个鸭翅五块六啊 哎呀这也顾不得旁边排了这么多人 我就往这走走边上一点啊 那刚刚那个卤之带看到 它里边有那种甘蔗 还有一点的那种水果的那种清香甜 不是那种很腻的那种 而且就像刚刚那个朋友讲说 你把外面的皮外面的肉吃完之后啊 你这个骨头你再作作也肯定是有味道的 因为它真的特别的入味 再来一个就是这个鸭翅呢 它非常的烂 可能我现在拿出来这个应该刚是 刚刚出锅不久 所以它有点热乎乎的 我想说如果说放在冰箱里再冷藏一会儿呢 这个肉嚼起来可能就更有嚼头了 这么好吃的东西两个这么够 反正看见是起码来个五个吧 老板你好再给我拿五个 面对鸭翅膀 鸭翅膀好吃的是津津有味儿 很起来淑女的形象已顾不上了 不过我们还是有任务在身的 下一道适合这炎炎夏日里吃的卤味又会是什么呢 这个鸭爪鸭翅肯的是好爽 但是呢对于这个卤味的追寻还没有到此结束 台湾的卤味也是非常有名的 大家看我后面卤豆腐有没有 刚刚吃了很多这个荤的了 接下来不妨来点这种卤味当中素的东西 卤出自味第二站千秋膳房 特色卤豆腐 上榜里有一碗牛肉面一盘卤豆腐 排斥卤味不用老卤用新卤 台湾的卤味也不容忽视 而做的好的卤味很多啊 其实都隐藏在当地的面馆里面 即使是名气在相的牛腩面 也遮盖不住一想叠一想叠的 卤味拼盘的超旺人气 这种标配似乎已经成为习惯 赵大叔这一盆这个卤水啊 它也是什么用就是老汤啊 就是比如说时间越久 然后就会味道越浓这样子来熬吗 像我们这个卤水都是当天调制的 台湾这个卤味它比较清淡 吃上次口感呢回味有一点甜 都说老卤老卤越卤越香 但是台式的卤味却是从来不用老卤 所以它的色泽和口感上都带了很多 做起来现在进入油锅里炸锅以后 然后再放在我们这个卤水 调好的卤水里面要焖 焖是什么就是 焖就是盖上盖子煮开以后 焖上盖子关火 焖在里面让它这个入味 这是一个就是台湾那边制作卤味的一个传统手法 对对对对对 让它泡上一点叶 泡上一点叶 一叶啊 对 焖制的手法是台式卤味的一大特色 使用的豆腐也是台湾老板 从台湾请来的师傅专门做的 只有这种豆腐结合新卤 用焖的手法做出来的卤味 才是正宗的味道 所以店家每天晚上制作第二天卖的豆腐 生意好的时候 第二天中午就能卖光了 其实呢 如果你走进台湾的小吃店 你会发现啊 很多客人呢 都会点上这样的一碗牛肉面 来配这样的卤味 台湾的卤味 它从这个颜色色泽上来看的 感觉好像淡很多 是因为台湾的卤味 它在卤制的过程当中呢 是不太喜欢放什么八角啊 桂皮这种比较重口味的香料 所以说它的色泽和口感呢 相对都要来的淡一点 台湾的卤味有80多年的历史 受到潮汕的影响 所以风格上和潮汕的风味比较接近 细细回味之中 能够体会到鲜香 这个豆腐呢 它外面那层皮啊 是可能在这个经过烹饪之后呢 会有一点点的硬 但是里面呢 还是豆腐那种 圆圆的非常香 非常糯 非常嫩的 并且说经过长时间的 这个焖煮之后啊 卤汁的味道呢 有全部进到这个豆腐当中 但是呢 恰恰好好 又不会掩盖说 把豆腐原来的味道 全部都遮掉 然后说这样 你吃了半天都不知道 自己吃的是个什么 所以在这个豆腐的鲜香 加上它卤汁的这种鲜香 两者的香味 很好的融合在一块呢 这就是台湾卤味的特色 这红火的程度啊 一看就是吃川菜的馆子 刚才吃了两款 都不是那么重口味的卤味 接下来呢 就要为大家搜罗川卤 麻麻辣辣 卤到骨子里的卤猪蹄 卤出滋味第三站 老领儿成都串串香 特色卤猪蹄 上榜里有 卤味中的重口味 外脆里糯香上香 猪蹄软糯的口感 吃起来很带劲 男女老少都爱吃 非常酥软 酥软的酥软 那就拿上去一块吃老苏 就知道 两天 老苏我都快 拿起来 它是咸中带甜 带鲜 比较香脆 然后里面就是吃上去 还是有粘粘的 但是它不粘牙 然后这个的话 就把它的香味烤出来 金黄焦脆的外皮 卤好之后的猪蹄 被烤得满是汁水 让人口水直流 就是很酥很香 它的味道都滷到肉里面 都进去了 嘴巴很黏的 很黏的 我第一口咬的时候 有点汁 但是现在给我吸干了 一开始是有点汁的 很嫩的 不像一般的烧烤 烤得火候很烈的 它是正好 要说这猪手的卤汁 也不简单 里面用到了 三十多种香料 一起熬制 很多辣椒 都是从成都那边 来的土辣椒 不仅如此 这卤汁里面 竟然还有猪大骨 这卤出来的猪蹄的鲜香 是看得到的 因为汤其实不换的话 它每天在这样混的话 它这里边 瓢铃会很高 对生气场不好 所以我们汤是每天都换 换骨头换汤 第二天 等它稍微凉了以后 把它拿出来 然后把它放在那个风扇下 把它吹干 就是说把它的表皮吹干 因为我们烤的话 如果这个表皮不干的话 它都会影响口感 这样子如果吹干了以后 我们烤的话 就会里面是非常软糯的 而外面是有脆的感觉 卤好的猪手 要经过七到八分钟的烤制 让卤味锁在猪手中 最后加上辣椒粉和黄豆粉 一份色香味俱全的卤猪蹄 就可以上桌了 随着天气越来越热 卤味成为很多餐桌上的佳品 无论是传统的鸭翅 还是台湾风味的卤豆腐 或者是重口味的川卤猪蹄 都各有各的风味 不如跟着我们的脚步 一起去吃卤出来的好滋味吧 宝贝你吃得好香啊 告诉叔叔你吃的是什么呀 咸蛋超人 三滴汉 小朋友都喜欢看动画片 我知道 咸蛋超人特别好看 但是你可不可以告诉叔叔 你到底吃的是什么呀 咸蛋超人 咸蛋超人 好吧 我自己去找好吃的 我吃的就是咸蛋超人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我说杨吕 还是先去食客桌上找找答案吧 这些菜品当中你自己最喜欢吃哪一样 最喜欢这一款 咸蛋超人叉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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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会有这样的菜 它为什么会叫咸蛋超人叉烧 叉烧里面会包有一种咸蛋 它是造型有点像咸蛋超人叉烧 那它吃起来的话 跟平时我们吃到正常的叉烧的话 会有很大区别吗 因为一般叉烧里面 它是不加任何的东西的 都是肉 然后它这样子搭配 口感上更加酥然后松松的 很香层次感很鲜明的那种感觉 不是那么的就是很潜意 还有略微有点爽口 再说它配上这个凉茶 这个很香味的一张那种感觉 这个夏天的时候也会来得比较清爽 对对 我们都知道 这叉烧可是广东的经典烧味之一 甜香四溢 咸味适中 有嚼口 年轻人是特别的喜欢 不过年纪大或是牙口不太好的 可能就要望而却步 南东的叉烧它是硬硬的 里面没有东西的 它这个叉烧里面有蛋黄 吃起来第一口的话 有点咸咸甜甜的 我们年纪大了也能咬得动 叉烧香味有 叉烧香味会有的 其实这个时候蛋黄的香味还没来 还没来 全部吃完了 咬下去蛋黄也味道也出来了 再蛋黄出来 添油炸醋之后 满嘴飘香是吧 它的酱汁呢就是咸咸甜甜的 比较适中 比较适中 所以如果觉得这个叉烧太柴嘴的话 再蘸点这个酱就会更好了 本来的叉烧呢比较甜 心甜的呢就是糖尿病的呢就不能吃不了 这个呢就可以吃一点 老说至于这小孩也可以吃 老人也可以吃 小店以广东菜为主 这道咸蛋超人叉烧 可是这里老食客们的必点菜 除了空口作为小菜来吃 更多的人则喜欢接下来这味的吃法 你这个吃法有点特别啊 别人都是单吃这个咸蛋超人 你是还要配一口粥是吧 因为它这个咸蛋超人不是咸咸甜甜 然后配上这个海鲜粥嘛 有干贝啊虾啊 然后今天我还加了一个鸽 味道会更好一些 这道菜的发明 其实是因为这里的广东大厨 喜欢吃叉烧和咸蛋黄粽子 于是就有了把咸蛋黄 也包进叉烧里去的灵感 而当大厨将这个创新叉烧切片后发现 横切面像极了咸蛋超人的眼睛 所以这道菜也就因此而得名了 这道菜上桌之后 看起来好像蛮简单的 其实它的制作工艺好像挺复杂的 是吧 是有点复杂 用这个梅发肉 就我这几锅后面那是蛋肉 肥瘦它是梅发煎猪一样的 一点肥一点瘦一点肥一点瘦 这样吃起来口感就是蛮清脆的 就肥瘦均匀这样 对对对 不油不柴的是吧 对的对的 那中间你们还放了这个蛋黄在里面是吧 这算功夫菜吗 这是你怎么样把这个蛋黄放到里面呢 将这个肉冻得稍微有一点点变硬了 然后在里面穿个孔 然后把这个咸蛋黄一个个的塞进去 你们这个咸蛋黄有什么讲究的地方 一定要采取成熟的咸蛋黄 比较硬 而且红心 吃起来很香 口感很好 除了这个蛋黄之后 我看到其他还有很多的料 这些料都是要来腌制这条叉烧用的 蒜泥 姜 小葱 鸡蛋 香菜 这个发生酱 南乳汁 榨蒜泥 然后这个是老抽 这一个是广东的面是酱特产 甜甜香香的 这个是我们秘制的酱 那腌制它的料当中 哪几样是最重要的你觉得 这个秘制酱是最重要的 用到芝麻酱 摩饰酱 等等 增加肉的鲜美跟香味 把肉的那个酸味去除掉 要将叉烧腌制三个小时之后 才能上炉烤制 烤的火候温度和时间也非常的讲究 需要先后用小火中火和猛火分三个阶段来烹制 整个过程大概需要25分钟左右 上桌前先将咸淡叉烧切片装盘 先淋上蜜汁进行加热 然后呢再浇上蜜汁酱 这道招牌咸淡超人叉烧 才算最终完成 咸淡超人叉烧 哎呀 这个大厨挺有意思的 真是同情为民 想出这样一道菜 不过挺有创意的 拍了那么多的美食店 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这样的做法 来来来 尝一尝 一入口 你好像没有感受到太多的味道 但是你只要一嚼它的时候 舌头一米 很明显地感受到那种非常有层次感的味道 因为一开始它烹饪的时候呢 它是先浇了一层那个甜酱 加热之后啊 它所有的这种甜味 它就渗透在这个叉烧里面 然后呢 它又浇了一层咸酱 它这个咸酱呢 我们附着在这个叉烧的外表呢 虽然一入口 首先感受到是那种咸味 一咬开之后 里面会出来甜味 真的是蛮有创意的 吃这一道菜 还让我想起来我的童年 嘿嘿 不错 仙丹潮人 开始了 上海浪米 它必须这个是7点了 7点放进去 其他的这个 它两斤米分以下放在里面 那么跟刚才呢 我设计也设计 那底妮只有个点心 而且个上海浪米 这个咸味的酒店必须要蒸 这个咸味的酒店 这个咸味的酒店 就是刚才讲 一样的点心 爽滑 正好以后 需要用五张底风水 帮你吃 等于要帮你吃了 吃了它以后 这五号 五号以后 一定要放精子油包 但别人说 那么一口一口一口 就把每根辣米的 分到老青上 焦气也吃 一根根就老青青上 那么刚才就可以用了 那么用了 这个调料 五层酱啊 辣油啊 酱油啊 醋啊 那么 鸡的骨子 那么当然 把酒气可以配 所以同样各种焦的 鞋子焦的 大巴焦的 来就焦的 出煤过后 气温骤声 到了这个时候呢 上海人就喜欢 躲在空调间里 吃冷面 这几天 不少老字号点心店 老字号面馆 都纷纷推出了冷面 要为等待了 一个冬天的吃客们 解解馋 你老是吃了 但是我就不吃吃了 我来吃了 就来等了 等起来 想吃了 特别提 我就会吃了 那么 我来吃了 好巧 哎 我经常来 我都过去吃了 像我吃了 这个摄子米 摄子米 摄子米 咖喱米 咖啡米 薯椒米 小年米 啊 我怎么应该有 档树小巴 还有啊 清爽吗 这来配个米 吃了 你们就要清爽了 我觉得这个味道 就是我小时候吃的 那味道 非常传统的 湖北 湖北那边 也有这样的冷面 有 有 跟这个一样 我们湖北那种 凉面的话 它没有那么多焦头 我看这边的话 我经常过来吃嘛 焦头挺多的 就是选择余地挺多的 对 湖北一般 那边一般是什么焦头 会不会更辣 没有 也挺清淡的 因为 说实话 吃凉面的话 一般都是夏天吃嘛 然后大家都是吃了 比较清爽 上海人对于吃冷面 那一个叫讲究 别看就简简单单的几种焦料 搭配起来 那可是很有说头 有两门米醋 火生酱 有个人 我只知道 有个人 我里有人管吃 就没干好 火生酱 不是什么 这火生酱 你 为了 有 你都 而且 不是老 不是老 是 我 这个 对 就是说它这个面味道很好的 然后这个面有角头 最好就是它那个 就是那个醋啊 比较好 吃到嘴里比较爽口 还有那个花生酱的味道 花生酱 这而且是每个面上都会有的 比如说拌不开的时候 有一口没味道 有一口没味道 对的对的 醋呢 第一个醋味了 因为天气比较热嘛 那肯定要醋 有点醋味比较开胃 那么它醋呢 不是很酸 但是回味当中呢 有一点酸 开场我们给大家好好讲了一下 传统上海冷面的制作工艺 这样做出来的面条 吃口会有什么不同呢 它更有嚼劲 凉面 它因为就是吃凉面的话 可能就是更注重它的嚼劲啊 口感 像汤面它是要那个软的 对对对对 这个冷面呢 主要是第一个 它的口感非常好 吃在嘴巴有点弹性 那么 肯定是蒸过的 因为没有蒸过的冷面呢 它吃达不到这个口感 你这个米呢 有底下 点心都没做 估计它蒸了好 还有估计外地的 要么肉汁了吗 对吧 我这个没吃起来 什么吃 上来一股黄 而吃你个米 你有一点点心 我讲米好不好 浪米好不好 对上来 会面色就做 嗯也是 也有点心 还有种浪米 绿绿 各浪米肯定会好 各浪米你一个 吃上去吃不够的 有点心 这个色意 色面要黄 吃口要有弹性 还要拌好料后 根根分明 简单的一碗冷面 要达到这位吃客的标准 还真的施下很多功夫 在北京来干嘛 有没有啥冷面 浪米浇的呢 就跟水通冷面浇的呢 就像摄氏 摄氏 摄氏就要麻光了 对吧 麻光了就天分 因为摄氏麻了最好 摄氏麻了最好 再恨你最后 是吃了 摄氏 摄氏 对 老牛要麻光它了 老牛就麻了 地米米老牛是 水通我怎么说 可别相当好 阿麻了相当好 那么又给大家 拿姜 哦 拿姜 拿姜 给大家 香菇米精 香菇米精 打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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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几条 就可以了 水通 把 看了今天的节目 您是否会对冷面又产生浓厚的兴趣呢 是否是正宗传统的上海冷面 记住我们今天所说的几点 您也将会是一位地道的吃客 几年前这首草根说唱歌曲 传遍了南京的大街小巷 而这句哎呀那有啊 也成为了南京人时常挂在嘴边的口头禅 对 有一首歌就叫爱要辣油是吧 爱要辣油是什么 就问你要不要辣油 他在下面的时候他会把辣油跟他一起煮 我很喜欢去南京玩嘛 有一些这种小摊头啊什么的 我觉得那里好像蛮有特色的嘛 就吃一点 每次过去他们都会问我什么 哎呦辣油 对对对对 哎好像是的 蛮好玩的 哎呦辣油 南京的一个方言 但是这句话呢广为流程 主要是一个故事 一个老外一个小伙子 到这个混沌滩 到这个面摊上面去吃 一个老大妈跟爱要辣油 这个老姑娘说中国 这个我们中国人太热情了 她理解为I love you 所以说这两个说法 一个是要不要辣油 一个是我爱你 就这个意思 这句被称为最柔软的南京话 不仅成为了南京的一张名片 更带出了一种南京特色 小煮面 南京的老鸭狠丝汤 早已闻名下耳 说不知 小煮面才是南京 最有人气的小吃 有排队吗过来 有的 人超多 那你知道这个小煮面 是哪里的特色吗 南京的呀 吃下来你觉得 跟上海的面条 有什么不一样的吗 我觉得它汤特别鲜啊 然后就是会放一点 这种蛋皮啊什么的 上海的家里也不会放 它中午好像生意还蛮好的 好像是南京的特色 你是哪里的 我是上海人 但是南京我也吃过很多次 在南京有吃过吗 有吃过 他们的小煮面也有吃过 小煮面到底是什么意思 它大概是小锅煮的面吧 这个老板肯定也是南京人吧 对吧 觉得地道吧 还不错 小煮面是什么样一个面 就是把一些面条和菜嘛 会在一锅里面煮 一起煮 像大杂会一样 会在一锅煮 南京到处都有啊 南京叫皮煮面 南京小煮面 不像北京炸酱面那么讲究 不像镇江锅盖面那样 充满酱汤色和柴火气 更不像四川淡淡面那样浓烈火辣 南京煮面吃的就是个随意 连面带配料带汤汁 一锅会 套着一股浓浓的市井味 事先会提前一天把这个用猪骨和虾米去做我们的熬我们的汤 我们会熬两大桶每天 然后这个汤呢就是 其实就是为了提鲜 因为我们的小煮面是不放味精基金的 所以这个汤煮好了以后呢 那我们比如说我们中午客人会很多 那我们会有两个锅 在同时再下面条 然后它是 这是炒锅嘛 就是普通的炒锅 然后把汤 咬到锅里面烧开了以后 把菜 把肉啊 这些香肠啊 皮肚啊 放在里面烫熟 烫熟了以后 然后另外有一个锅呢 是把面条下好了 也放在这个锅里面 最后一起焦 焦完了以后 然后再上给客人 就是它这样一个流程 其实也比较简单 但是它和上海面条的区别就在于 它的菜 不是焦头 它是和面一起煮出来的 对 对对 小煮面是从阳春面演变而来的 特点是一碗碗煮 清汤底不放酱油 味道偏清淡 料和底汤便是面 好吃难忘的关键 而之前那位南京时刻提到的皮肚面 可是堪称小煮面中的经典 我点了一个皮肚面嘛 它的皮肚面还蛮好吃的 香肠皮肚面 皮肚面好像在上海这边不太有 对的 皮肚就是这个 这个好像就是上海的肉皮 对对对 上海人还叫肉皮 吃起来感觉口感更弹一点 好像很Q 然后吃起来又不腻 看你这碗面里边配料还蛮多的 给我们夹一夹有些什么东西 有皮肚啊 香肠啊 一些鸡蛋切成的碎条 然后一些香菇 还有木耳青菜之类的东西都有的 第一次吃就觉得它的汤特别特别好 然后就特别鲜这样的 面条会很红吗 不会不会 它好像分宽面细面两种 我自己比较喜欢吃细面 它蛮好的原汁原味的 我们来尼个皮肚面 青菜皮肚是贝贝的料 然后往里面去加不同的其他东西 西红柿啊 肉丝啊 猪肝啊 腰花啊 鸡蛋啊 香肠啊 就不往里面炸 皮肚面之所以经久不衰 是因为简中有凡 看似做法简单 其实对食材和制作都非常讲究 这儿的皮肚啊 都是用菜籽油油炸后再水发 口感更香 面条也都是手工感制 浓汤现煮 要是再加些 辣油香油 则味道更佳 因此每天在南京的大街小巷 经常都能听到浓浓的南京方言 爱要辣油啊 刚刚在买单的时候 他有问你要不要辣油 有的 他们直接去问就爱辣油啊 然后 我因为在这边经常吃的话 可能每次过来就是放辣椒 放辣油啊 因为比较喜欢吃辣的 爱有辣油啊 对的呀 他好像意思就是问 要不要放辣油 这碗里有放 对啊 我有放 加了这个辣油以后 这个面的味道 就是会比较提味嘛 比较好吃一点 比较有味道 可能我比较喜欢吃辣的 这个辣油跟我们这边辣酱啊 什么吃起来有两样 它的辣油好像看起来特别香 而且不会很油 感觉和面配在一起 蛮好吃的 小煮面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 而这家店的老板 也是地地道道的南京人 说起开店的缘由 其实很简单 就是自己可以随时随地地 吃到家乡的美食 小煮面 我对小煮面感情特别深 因为它和我的童年和少年 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因为小时候对我来说 去这个家门口的巷子 边上的一个小店 去吃一碗皮肚肉丝面 那是个很大的享受 你在南京去吃到 味道特别好的小煮面 往往它是很破 很破很烂的那种小店 每次我回老家 回南京的时候 都一定要去吃这个面条 然后现在我在做餐饮 然后我就想 我自己为什么不在上海 去做一家南京的小煮面 想吃了我就随时可以吃 这个东西 对对对 小煮面浓缩了 满满一碗家乡情节 深藏于古都精灵 市井相味 如今虽然环境变好了 价格可能也稍涨了 但当那一大碗浓汤 现煮的面条 端到你面前 听着老板用浓浓的南京方言 说上一句 阿妖拉油 那一刻身在异乡的南京人 是不是也有种回家了的感觉呢 烧烤是我们夜宵的首选美味 一般烧烤店 我们会点鸡翅 生蚝这些 但是你是否记得 除了烧烤 我们还会经常先点上一盘螺丝 这家店在门口炒螺丝 走过闻到香味 都会驻足一会儿 我们一转头看到一位 埋头猛吃螺丝的男生 一个接一个吃的那个享受 也停不下嘴了 今天稍微停一停 接受一下采访 我看你这边螺丝 一个接一个没有断过 这么喜欢吃螺丝啊 对 小时候就比较喜欢吃 你这边又有烧烤出来 你是吃完了烧烤 又点了一盆螺丝吗 对对对 因为就是听说这边螺丝 味道比较不错 然后就是刚才吃完了以后 然后听到人说了 然后就过来就吃了 又吃了一份 那你觉得就味道怎么样 我看你连着吃 嘴巴上都还有油 味道是很不错 个头呢 感觉这边都比较大的 而且它量也特别足适 然后味道呢 就是因为我个人也比较喜欢 那种比较香的 然后这个蛮符合我口味的 吃螺丝真是会上瘾的 一个接一个 这吸螺丝肉的声音 在殿堂里面是络绎不绝 先生采访一下你啊 你在这边说的声音好大 我在那桌就听到了 这家店就是说 因为平时过来吃烧烤嘛 但是就是说 朋友都说这边的那个螺丝 也很好吃嘛 那我就想过来试试看味道 然后一吃的话 确实味道比较特别 也蛮好吃的 好像我每次过来都看到 就是说每个桌子上 都会有这个螺丝嘛 估计这边已经变成 一个黄金搭档的一个组合了 就是吃烧烤 必点螺丝这种样子了 这里不是吃烧烤的吗 你们怎么点炒螺丝了 烧烤它家也很好吃 然后炒螺丝也是这里的 一大特色 每次来都会必点这个螺丝吗 那是只要有螺丝就必点 有时候没有了 又卖完了就没办法了 我看人家13 4个人 何吃一盆你呢 我人比较胖嘛 他们两个吃一盆 我一个人吃一盆 你一个人要吃一盆啊 胃口比较大嘛 基本上我们过来吃都是螺丝 一盆还有那个烧烤 都是必点的 然后有时候再喝点啤酒什么 这样子夜宵很容易发胖 但是我们看我们两个 吃了再多也不胖 就是缩螺丝很舒服的是吧 对对 烈腹肌 对对对 没错 这炒螺丝很多烧烤店 都会附带经营 但是味道好不好 还真不好说 我吃了那么多就没有臭的 臭的这种烧烤 对对 第二个就是说 它那个没有这种泥沙 它就养得比较好 它可能养过了 然后它的肉也比较好 肉块比较大 你看它螺丝都是很大的 比方有地方炒螺丝很小嘛 这样一份多少钱 这一份不贵 才12块钱 12块钱 你觉得这个价格还可以是吗 对对 它量其实也蛮足的嘛 那这里人均消费大概多少呢 加上吃烧烤 基本上来说吃烧烤 加上炒螺丝的话 三四十块 就是我们吃那个螺丝 就是想要这个过程嘛 一口一个 说那个声音比谁大 它那个声音比较大 所以我尽量超越它 那我看的确 它桌前的 吃的这些螺丝剩得比较多 在我们那个圈吃螺丝大王 螺丝大王 螺丝大王对螺丝的喜爱 从它面前满桌子的螺丝壳中 就能发现了 你平时的话 多久来这边一次的 一个月来好几次吧 一个月好几次 对对对 好几次 尤其是那种像螺丝 上市的这种季节嘛 就经常会过来吃 而且有时候就 提前要和老板说 因为它这边螺丝销量比较好嘛 如果提早不做的话 有时候经常过来会卖光啊 还卖光这种情况也有啊 就没得吃了吧 这普普通通的炒螺丝竟然还会卖光 究竟有什么秘诀呢 一般都是用那种比较薄壳的那个那个绿颜色的那个螺丝 过它一夜 再反复清洗几回 这样的话 泥沙会少一些 土形蟹物少很多 你们这边的螺丝的制作方法 主要是酱爆的 还是怎么个炒法呢 严格来说呢 蒜酱爆为主吧 因为我们也是用豆瓣酱炒爆炒 对吧 在老家是安徽的 我在家我也经常炒菜 我们当地的蒜呢 炒起来那个香味也是很远就能闻得到 所以我就出我表弟每个礼拜 就是给我烧一些过来 我就自己店里勾用就好 酱油是要放的 放老抽 水来我们是不用的 我们是用啤酒 用啤酒 蛋白用啤酒 为什么要用啤酒呢 啤酒焯出来的东西呢 第一去腥 第二鲜味跟水完全是不同 螺丝属于高蛋白食物 性寒 人气美食建议观众还是不要过量食用 最近这两天啊 天气真的是热的有点离谱 就像在家里啊 吹吹空调 吃吃冷饮 吃吃西瓜 如果说这么热的天里面 让你来一份火锅吃 你会怎么想 哎呀 也有很多人喜欢出汗的感觉 但是今天我要带你去吃的这个火锅呢 是会越吃让你越凉爽 走吧 原来这瓷火锅非笔火锅 眼前的这个冰淇淋火锅 可是仲夏推出的特别版 12个口味的冰淇淋 加上各式的甜点 绝对是你下午茶的绝好选择 有三个新的口味 好像是一个叫 一番莲芝士蛋糕 芒香桑果 还有一个新的好像是叫那个香蕉布朗尼 安卡林蘸的这个酱这个中间这个是什么呢 酸奶 就特别适合夏天吃 感觉芝士味道很濃 而且里面那个它因为芝士饼干 好像饼干味道还蛮有那个嚼劲 他们的酸奶配冰淇淋还是蛮好吃的 原来经常吃他们蘸巧克力那种 然后酸奶就感觉非常的清爽 酸奶是新推出的吗 好像是以前没有看到过 而且他们里面酸奶还加了 应该加了果汁和一些水果粒吧 你们还要答应一下 我看来这个火锅冰淇淋好像点几率还蛮高的 第一次吃还是以前吃过 第一次吃 我主要尝了上面的点心吧 因为我觉得这挺丰盛 又有冰淇淋又有点心又有酸奶 营养啊都挺丰富的感觉 然后又是夏天嘛 挺结束的嘛 这是菠萝 然后这个有葡萄 葡萄很甜 然后那边木瓜也有 然后女孩子比较喜欢吃木瓜嘛 里面有那个cheese cake那个饼底 就是下面那层饼啊 它要融合在里面 所以我觉得蛮兴献的 兴献的啊 这种冰淇淋啊 还有点心啊 包括水果酸奶结合在一起 你觉得这个创意怎么样 我觉得很有差 你有没有从来没有试过吗 整个冰淇淋火锅套餐为238元 共4到5人享用 都是没有问题的 当然同时期这里还推出了 很多印记的饮料和蛋糕 绝对让很多人都欲罢不能 对于我这种爱吃冰淇淋的女人来说呢 眼前这一切我觉得我 哎呀 像是在做梦一样 赶快来尝尝味道吧 先来尝尝他们这个新品啊 香蕉布朗 很浓郁的这个香蕉的味道 它估计是把香蕉打成绒 然后呢 混合在冰淇淋里面 然后呢这个布朗尼呢 也并不是像外面这种甜品 吃上去那么的甜腻 并且呢 和冰淇淋混合在一起 就是特别的清爽 但除了这个冰淇淋火锅呢 还有像推出的这个 今夏阳光 以及包括这个仲夏特饮 我觉得都是非常非常的诱人 在炎炎夏日呢 坐在这里享受一份这个清凉 我觉得这里是再好不够的 避暑胜地了 同时店家还贴心的为顾客 准备了外带的冰淇淋火锅 如果您没有时间在店里面品尝 外带一份全家享用 绝对也是这个夏日 一个创新又美味的选择 这么诱人又冰凉的好味道 心动还不赶快来尝试一下 大家好 欢迎又来到我们的好市美厨课堂 今天呢同样是由我和Ovin 跟大家一起来享受夏厨的乐趣 那一看到我们这两个人的围裙呢 还有我们在前面的食材呢 大家又要知道做咖喱 今天呢跟大家做的这个咖喱饭呢 其实是重塑的咖喱饭 就是说咖喱本质里面是重塑的 但是考虑到我知道你是一个 无肉不欢 无肉不欢的人 所以我们今天呢 就是说还会给大家做一个 咖喱饭上的配菜 就是炸猪排 那炸猪排确实是在跟咖喱是非常的配 很大 而且呢今天我这个炸猪排的这个做法 还是有一点小疚窍的 是一个非常有名的猪排店的主厨 教我你好好的可以学一下 制作咖喱猪排饭的材料有 猪大排 低筋粉 面包糠 土豆 洋葱 胡萝卜 咖喱等 大家都记住了吗 好 麻烦在切个东西还是你来 我来了 先将西芹的筋去掉 这样的口感呢就比较好 然后将西芹 胡萝卜 以及洋葱 分别都切成小丁就可以了 好 首先呢我们就来翻炒蔬菜 先将洋葱煸香 然后呢放入其他的蔬菜 加水就好了 石井蔬菜在煮的过程当中呢 我们就腾出时间来做我们的第二个纵头戏 炸猪排 对的 要吃好吃的猪排 第一个小的小技巧 就是在前一天晚上把你的猪排解冻以后 放一点点食物油 植物油里面呢它是有亚油酸 那其实它是酸性成分的能够把肉里面的蛋白质分解开了 对 所以呢肉会觉得比较嫩 更加的嫩 然后呢我们剩下呢要三元大酱来帮助我们这个杂猪排 非常经典的油炸三件套 对三件套 其实第一个就是我们平常用到的面粉 其实就是低筋粉就可以 第二个呢就是鸡蛋 然后最后呢是我们用的面包糠 我们今天用的是生面包糠 生面包糠 对 它的面包糠的水分越高 我们炸出来的猪排越好吃 我们这里面有第二个小技巧来了 我们有很多人在炸猪排的时候 是在猪排上链 撒上圆和胡椒 但我们不是 我是在这个蛋面里放上链和胡椒 然后把鸡蛋打下 首先呢我们先把这个猪肉拿起来 放在我们的面粉里面稍微蘸一些 粘面粉的时候一定要将多余的面粉拍掉 随后放入蛋液中也要用筷子将多余的蛋液刮除干净 最后裹上面包糠 好那我们现在就开始来炸猪排 其实炸东西什么最重要 用好的油温 而且油温非常重要 油温要炖 用170度左右的油温炸出的猪排 最脆嫩 时间大约一分半钟 已经到了 关火 关火 然后呢准备一张稀油纸 把它放在旁边 OK 对呀你刚才怕时间短对不对 你说一点多不错 它其实时间是不够 我切开就给你看一下 那为什么还要切开呢 我先给你看一下以后你就知道了呀 切开以后你确实会发现 有没有中间是深的对不对 有一点点粉红色对不对 不要担心 我把它合上 还可以合回去 把它合上 但是不会油锅炸 因为你要知道你是作片人的 你算是专家了 这么高的温油温 它会有余温 它有很强的余温 它有很强的余温 所以说我们后面的 这个中心的一点点粉红色 我们是要靠它的余温 闷熟 闷里边 那你外边的肉汁 它其实已经不瘦了 所以说你才能够保证 这个肉汁是非常的鲜 这真是一个很好的办法 大家可以看一下 刚才你看到还有一点粉红色 对对 我们静置两分钟 你看一下 你看一下 我们两分钟到了 好 怎么样 完全没有刚才的粉红的感觉 粉红的感觉 哇你看轻轻一压这个肉汁 就会往外飙 试试看 怎么样 超级嫩 哪里像猪大牌的口感 真的好多汁好嫩 不是斜斑地的感觉吧 非常嫩 怎么样又学到一手 好了 我们现在就来看你的这个主角 我们的咖喱也快好了 好的 最后呢 就是最后一个关键的步骤 要放我们的好吃的 梦多咖喱 咖喱 对 怎么样 我们拿的好像不太一样 哦 我知道 我今天拿的还是原味 我是微辣 哦 我知道 我比较喜欢微辣的味道 可以啊 没问题 今天这个是我们两个人吃的 用微辣 没有问题 其实本身咖喱呢 它就是一种非常高度复合型的调味料 里面有最基础的它的黄色的来源 姜黄 姜黄 本身呢 它就是一味中草药 对 而且姜黄是可以让人的体力大 还有一些例如八角 圆锡子 然后那个椰子的落成的粉 椰粉 对 非常香的一些材料 而且都非常有营养 那我们就开始 来 把它放进去 好 一块一块的放进 关火后将咖喱块放入 等咖喱块融化之后 开小火直到汤汁浓稠 很快就可以享用美味啦 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 首先呢是要将所有的蔬菜切成丁 关火将咖喱块放入 保持搅拌直到咖喱块融化 炸猪排 炸猪排的关键是 猪排上的粉要薄 一定要将多余的蛋液去除 裹上厚厚的面包糠 放入油中炸一分半钟就可以了 用余温将猪排内部闷熟 这样肉质才会鲜嫩 那我们用心烹饪的咖喱 到底味道如何呢 赶紧来尝一下吧 好好吃啊 真的好好吃啊 对不对 好的 那我们赶紧把它搭配在一起 好 脆嫩多汁的猪排 配上鲜香的蔬菜咖喱 会让你在夏天食欲大增 并且恢复体力哦 这个炸猪排呢 如果配上上海人的酱油 当然味道也不错 但如果配上我们的咖喱的话 更能够让你每天的精力大增 好 我们下周再见 谢谢大家 拜拜 原来好市咖喱食品系列呢 有这么多丰富的品种 而且呢还有很多活动 等着大家 那只要即日起 关注并at好市食品 House Foods 以及KitchenM新浪官方微博 并且回答正确我们节目中的提问 就有机会 迎取大奖哦 本期的问题是 好市白梦多 咖喱黄色的来源是 A 姜黄 B 八角 赶紧参与节目 互动来答题吧